好 它让大家热血沸腾的在今天呢 全新的iPad要在台湾开卖了 远传跟台湾大哥大是取得了代理的销售权 一向跟苹果关系很良好的中华电信 却意外的落马 而在今天开卖的iPad Wi-Fi的空机版本 正是从15500块钱开始起跳 而四月版本就是将近快20000块钱 而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呢是参加了这个台湾大跟远传 这榜约的话呢 最低的起跳方案呢 是从11490块钱起跳